希望在杨洁导演的带领下 《西游记》的剧组也是历尽坎坷 才能够在中国电视史上 留下这座里程碑 一帆帆春秋冬夏 一尝尝酸甜苦辣 台湾路在河方 今天刚刚就跟大伙聊一聊 拍摄《西游记》路上的磨难 1982年杨洁导演接到了 拍摄电视剧《西游记》的任务 为了博彩重藏 导演先是找资料 看了当时国外拍摄过的 几版《西游记》 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有些内容实在是太荒诞离奇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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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伙来看看啊 这是1978年日本拍摄的西游记 在这个剧当中 唐僧和如来佛祖称女人了 观音菩萨呢倒是男人了 啊 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 竟然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了 We won't be able to eat you then But there's still a feast Is your name monkey?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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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看完日本人拍的这西游记啊 杨洁导演这火一下子上来了 这不糟禁我们古典文化的吗 所以杨洁导下定决心 一定要拍一部 终于援助的西游记 终于援助的西游记